Hello 今天就和大家拍一條妝片 這個片是一些日常的妝 當然我平時出外就很多時候都不太化眼妝 很多時候我只會用遮瑕膏或水粉就出外了 這個妝就比較適合約會或跟朋友下午茶化的妝 上粉底之前我就先用了一個化妝底 這個就是Covermark的Just Me Color Lasting Makeup Base 不過如果你是皮膚比較乾的朋友我想這個就不適合你了 但它是一個調色的作用 如果你的臉偏有紅印等等 它就會令到紅印不太紅 之後我就會用Beauty Blender 上我這個Covermark的Essence Foundation 本身我臉的眉痴血本都比較紅 即使沒有任何東西也很容易紅 做完運動也很容易透紅出來 所以我之前去試粉底的時候 他就選了一個Blue Tone的粉底給我 這個就是我跟我的朋友去泰國 我看到他用這個concealer 他覺得挺好用的 所以我就試一下它 我覺得也挺OK的 而且它有一個很明亮的效果 我會用來塗在黑眼圈的位置 臉上的瑕疵方面 我也是在用Claire Dippo這個concealer 這個已經是我新買的了 它的顏色沒有記錯應該是light beige 我建議大家也去專門店試一下 因為這支concealer也挺貴的 這陣子我比較喜歡塗完底妝之後 給了一點時間 粉底去設定 那些concealer去設定 所以我就會跳去眉和眼睛的部分 眉方面我就用Shiru Mira這支brow pencil 其實我覺得它就很像很像Tom Ford的設計 如果你們有看我的影片 知道我以前是很喜歡很喜歡Tom Ford的眉筆 但是它真的很貴 差不多是這個的一倍 所以我想我買了兩支之後 已經停了再買 因為真的很貴 而且眉筆這些東西都用得很快 起碼我可能兩個月左右都用完一支眉筆 除了它是扭出來的一邊 它有一點斜角的設計之外 其實它是有一個不跑的 不跑在裡面 那你就可以跑了 而且除此之外 另外一邊就是有一個spooling的 那我挺喜歡 因為其實你要擦一下眉毛 疏順它 或者疏高它一點 它就不會好像滑下來 我自己就不太喜歡剪眉的 因為一方面剪眉不太好 其實有一點點滑下來 那個感覺是自然很多的 不會好像很整齊和眉 但是就很不自然 我覺得 所以我自己也不是很多次剪眉 我變成我都要疏瘋和眉 或者就要用眉 gel 眼線呢 我會用Stella這個 Smudge Dip Waterproof Eyeliner 它是蠻好用的 因為在我身上 就沒有用的跡象 這個是它是深啡色的 就是用來畫耐眼線的 它是很容易畫的 之後我就會用一支 Liquid的眼線筆 之前在日本藥妝買的眼線筆 它就說它是Waterproof Liquid Eyeliner 不是超級沒有的Waterproof 喜歡Luveliner多一點 所以就這個不是特別推介 有一點點很快乾 我都用了不太久 但是它已經好像乾乾的 眼影很想跟大家分享 Jumera就邀請我去一個 即是它的試妝 他們飛了直穿秀 在表参道的一個 makeup artist過來 它叫做Kato-san 應該是 它很有趣的 它就問我 你喜歡一些可愛一點 甜蜜一點 型格一點 我說其實我真的沒有所謂 你覺得什麼妝適合我呢 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可能 自己用來用它都是啡色的眼影 很多時候真的 你去一些counter試 你才會試到一些 不同的眼影顏色 它拿了這個pallet出來之後 我是很害怕的 因為我是 蛤? 橙色? 即是... 搞不定啊 我通常都是用啡色的 但是出奇地 挺好看 而且就是 我的男生朋友都覺得 OK的 不會太smokey 又不是經常都來 它都是很啡 很黑的眼影 這個顏色都令到我挺精神的 那我眼就塗了一個 淺紫色的plum 一些霉的色 再上一層有 一些閃粉的紫色 都是一些深紫色來的 下面眼尾的部位 就放了一個 比較鮮的橙色 眼頭的部份 就放了一個 淺一點的橙黃色 之後呢 他就用了這個 light orange的眼線筆 在我眼頭下面 這個位置畫了一點 那我就 用這個 那我自己也挺喜歡 之後呢 當然就是夾眼睫毛 最近呢 我也是用這個 日本藥妝的 Mascara 它是一個Fiber Whip的 Extra Long Mascara 我覺得這個 嗯... 普普通通 就是... 沒有特別 想跟大家推介 所以就... Shading的部份呢 我就一定要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呢 是我上陣子買了 很興奮的 這個呢 就是NARS的一個blush 但是呢 我就是用來當它一個contour 那它就是跟Christopher Keane Crossover的一個blush 叫做Silent Nude 之後就去了幾間分店 就買到它這支掃 其實這支掃都挺貴 真的 真的挺貴 四百九 還是不知多少錢 這個contour有什麼喜歡呢 因為它呢 就是很適合一些皮膚白的女生 你問我是不是真的好白好白 我不是好白的 就是Chanel我是用B20 大家可以作一個reference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 contour 可能你入口呢 你不想很明顯 哇...整條啡色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顏色 給一些白一點的女生去做一個contour shading 去做一個輪廓修飾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它的掃質呢 是很麻麻 但是呢它就是橫 有別於其他的化妝掃的 所以呢我就會這樣 塗一些粉 變成你的輪廓修飾得會更加明顯 還有就是把這些位置 上面這個位置 不過我不覺得是真的 很值得很值得買的這個掃 這個呢 就真的很值得很值得買 特別如果你是偏白的女生 你去看吧 我覺得真的很好 就是它輪廓修飾得很漂亮 而且就是很適合入口 日後平時用 因為日後平時用 因為日後平時用 有時有些 bronzer是太誇張 太明顯 你覺得好像很over 千知我仍然是在用我 再之前那個月的最愛 這就是Lauderais的一個胭脂色 我不知道我何時才會想 轉你這個胭脂 但是我最近就是很用這個胭脂的 到最後在唇膏方面呢 如果你是在約會 或者是在同朋友吃茶 我都會覺得可以用一些 普通一些 sheer一點的唇膏 這個就是YSL的Tinted Oil 這個我覺得很sheer 很自然 可能你很近的男生看著你 都不會覺得你的唇膏好像很誇張 這個真的很sheer 好像你自己的唇色 至於你問我 如果我去一個約會的 我會穿什麼衣服呢 我自己穿著一條 就是一個off shoulder的裙子 來的 我會展示一下一點的 我會拍全身 我們可以看看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影片 下次拍一個晚上出街 再濃一點的妝容給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